十二 十二 三 十开始 市长按摩师为顾客服务 全程佩戴口罩 触碰到体温异常的对象 会询问清楚 客人进来的时候 柜台那边会检查过 我们有碰到跟他讲 是否有发烧 因为体温可能是中暑的原因 员工包含全盲以及弱势者 店家位于逢甲商圈 原本生意还不错 疫情爆发以来 观光人数下滑 他们也受到影响 消毒座椅仔细擦拭 苦等顾客上门 台中市盲人福利协进会 跟四家医院合作 设置按摩据点 受到疫情搅局 上医院的人变少 有三家喊停 最后一家 近期也要暂时收摊 有时候等到整个下午 两个有时候是没有人 我们希望就是说 劳工局或者是说 社会局这边 可以来帮帮我们 因为这个真的很惨 市盗者短期转职困难 每双手的背后 都关系到一个家庭的生计 他们期望政府能够伸出援手 将市盗按摩业 纳入纾困对象 大爱新闻过灵 欧阳光辉 台中报道 再次提起来 2个小小小小小小的 那么就不用了